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和大家分享 克服困难的秘诀 有一部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名称叫做天堂奇玉记 那个玉是得到医治全玉的那个玉子 名称叫做天堂奇玉记 那电影叙述发生在一位小女孩安娜身上的故事 安娜一家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家庭 每一周都会上教会 有一天安娜不断嘔吐 医生检查后 还知道她患上了罕见疾病 尝到无法正常消化食物 而令食物堆积在肠道内 甚至打结 因此肚子肿胀及经常的肚子痛 而安娜的母亲每一天都在想着 能够如何医治她的女儿 心痛的她 一次又一次向上帝呼求 求你别再让她受苦了 求上帝垂听祷告 医治看似毫无希望的宝贝女儿 而没有想到有一天 女儿突然告诉母亲 上帝说我会没事的 而在整个医疗过程 母亲带着女儿四处去找医生 但最终医生仍是给出 回家静养的结果 没想到就在返家消极等待的那段日子 安娜突然发生一个意外事件 有一天她与姐姐在自家农场 攀爬胡杨树 因为不知道树枝已经中空 她不慎连人跟着树枝 从三层楼高的树上摔落地面 刚跌落时的安娜 甚至好几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反应 等到恢复生命体征后 医生诊断发现 安娜除了一些刮伤外 身体竟然全身毫发无伤 更令人惊奇的是 原本她的不治之症也全然消失了 上帝以人们最无法预期的方式 医治了安娜 亲爱的朋友 只有相信就有奇迹 电影中安娜的母亲 其实在遭遇这么大的患难中 仍然持守信仰 一次一次地向上帝祷告呼求 以至于她和女儿在患难当中 经历到不可思议的奇迹 而这样 我们生命当中 有许多我们无法掌握的事 甚至是突如其来的患难 但圣经有一段话说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也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上帝很明确地说出 在患难中 祂仍然爱我们 我们要在祂的里面 仍然能够得到平安 我们不可否认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 但圣经却说 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基督信仰的伟大力量 就是在于此 上帝使我们不但是胜过患难 而且是欢欢喜喜的 亲爱的朋友 这里不是说 我们要有一种阿Q的精神 或是肤浅的乐观 或是叫我们用意志力 咬牙去克服困难 这里说的能够在患难中喜乐 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爱 相信上帝掌管看顾一切 相信上帝是那位良善的神 而这样的信心 能使我们对患难 有不同的看法和了解 今天上帝要祝福你 有面对患难的信心 因上帝能够将苦难 转为祝福 上帝的能力 也总在人的软弱上显现 上帝完全的爱和恩典 将带领你在黑暗中看见盼望 在挫折中找到亮光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 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